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对于写当代和当下的这样一个文学来说呢 也并不是说没有先例 是吧 我们先不说我们其实已经在写的 到了80年代中期 其实已经有很多部的当代文学史了 其实就像胡适 在1922年 他就写了50年来中国之文学 是吧 鲁迅当时就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所以他那个50年呢 是指申报串刊 到这个他写的1872年 这50年 所以当时也可以叫做是当代文学史 那么在胡适那个时候呢 他所 以他对新文学的那种感受 以他作为亲历的 那样一个当事人 是吧 能够把亲历的历史给他写出来 所以这样一个当下的历史的书写 对当下的 这样一个感觉的融化进去 这也是一种独到的 对文学把握的一种方式 那么 其实当代文学这个说法 并不是天朗的 并不是说 这个 它有天朗的合法性 或者说它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它也历经了一种学术上的一种变化 其实呢 在1949年之后 我们大家会知道 我们称之为当代 是和建国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种历史 是相关的 它是叫做这样一个 新中国文学史 或者叫做 或者叫做社会主义文学 建国以来的文学 是这种说法 那么当代文学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呢 是到50年代后期 才使用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说法 所以我的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叫当代文学这个说法 原来叫新中国文学 共和国文学 现在这些年呢 又叫做共和国文学 是吧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共和国文学 但是我觉得共和国文学 这种说法呢 政治色彩呢 依然是严重 是吧 那么 甚至是太应景了 一般认为呢 1962年 就是洪子成先生考证了 就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它出版了 那么当代文学最早的命名呢 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叫当代文学 大家不要认为 是天然的 有一个当代文学 自然而然的 它就能够被那么命名 它也是经过 学理上的变化 是吧 它从新中国文学 建国以来的文学 社会主义文学 这种说法呢 它一步一步演化来的 所以在温如敏和何桂梅 写的这个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里面呢 他有对当代文学这么说的 他说当代文学的出现 是使文学的历史叙述 高度规范化的步骤之一 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 从新文学向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这种概念 或命名的更替之中 那么其实呢 当代文学的这种命名呢 我们在以后的第一章的时候 到第二章呢 我们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次文代会 它要把新中国的文学 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 要划定自己的历史起源 那么来命名 这样一种新中国文学 共和国文学 这样一个时段 但是这个时段 后来被命名为当代文学了 它是为了建构一种学理的 一种规范 它是包含了在这里面 所以当代文学本身 它是包含了一种学科的建制在里面 也包含了一种文化的 和对历史的想象 对文学的历史的想象在里面 所以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学术的名词 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析起点 迄今为止 大家如果读到几十部的 七八十部的 一百多部的当代文学史的 一般都把1949年作为一个标志 这是通常的作法 和新中国当生 新中国成立 就作为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起点 但是在我的文学史的处理当中 我是把1942年 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我为什么要以1942年 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起点 目的的我是 就是要把毛泽东的讲话 作为我们社会主义 文学开创的起点 因为随后的社会主义文学 都是因为有了讲话 不管是他的 这样一个文学的性质 文学的这样一个目标 是吧 那么作家群体 他们的思想 世界观 以及整个文学的历史的建构 他都是从讲话 1942年的讲话那里来的 而且要和前此的 我们称之为现代 启蒙文学 做一个划分的话 也是因为要以讲话 做一种旗帜 所以才顽强的 要和现代区别开来 所以你不从1942年 开始理解 我们不能够理解 我们随后的文学 它不是在1949年 10月1号那天当生的 而是在延安的解放区 毛泽东的讲话 在那里 他开始发掘出 社会主义文学新的起点 所以1942年 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 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 起点的标志 所以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书写 将会更加完整 这个来龙去脉 也会更加清晰 由此出发 就可以抓住贯穿 中国当代文学史 始终的那种精神实质 那么由此来展开 这种历史的内在变异 所以也正是因为 有了1942年的讲话 作为一个纲理 那么因此我试图在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内部 来清理中国现代文学 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起源 重合 锻炼与转折 可以敞开 二者关联的语境 使更多的论题 可以涌现出来 所以这是我要 这个话段 大家注意 我是把1942年 作为当代文学的 这样一个起点 这个是延安文艺 座图会上讲话 这是油画 那么 当时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边的人物 大家都可以认得吧 但是好像这个话 是突出了毛主席一个的 但是当时毛泽东呢 现在看起来 他的形象非常高大 是吧 在整个油画当中呢 他居于中间的位置 是吧 处于一个黄金分割法的 那个位置 是吧 毛主席一挥手 象征着这个 革命文艺由此当生 那么其实呢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呢 他还是很 平易静门的 这个 很这个 很有这个 革命者的这样一个风范 那么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当时 召开颜文艺座图会上 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 他们是坐在一个桌子的 围着桌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张桌子 当时萧军呢 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他呢 一直要打断毛泽东的讲话 给毛泽东递条子 他给毛泽东写条子 他说我要上前线 我不想在这里开会 然后递过去 递过去一张 毛泽东看了一下 他在发 毛泽东在说话 他又塞到口袋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 他又 毛泽东没回答他 他说 请你立即批准我 我要上前线 我不要开这养会 然后递给这个毛泽东 毛泽东 看了一下 又塞到口袋里面去 那么萧军呢 然后再递第三次条子 毛泽东说 萧军同志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讲完 是吧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 你看多么气度 多么有气量 是吧 这个很有度量 那么 这个 后来的 多少年之后 有另一个故事 就在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时候呢 这个 彭德怀 彭德怀 大家看看 毛泽东写过那个诗是吧 这个 唯我彭大将军是吧 看美援超 他是总司令 那是军功卓著 共产党的半边天下 也是彭德怀打下来的 庐山会议有一天晚上 他觉得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敲那个门 那么这个历史细节 大家可以在很多的回忆的书籍里面看到 应该是准确的 另外有一个细节 也是在那天晚上 刘少奇吃了 3D安眠药 这个 刘少奇跟我有一样的毛病 经常要吃安眠药 那么吃完安眠药 他就睡过去 因为不吃安眠药 他睡不着 睡过去之后呢 但是这个时候 毛泽东紧急召见 紧急召见怎么办呢 那么 他们为了让首长 就是王光美啊 为了让首长多睡一会儿 他们是不 不叫醒他 就让两个警卫员扛着他 一路上拖着 就是脚 脚沾着地 然后两个人 一人扛一边 扛着他 扛到毛主席的别墅门前 然后这个时候 再把刘少奇同志叫醒 就这样他能够路上 能够多睡10分钟 然后呢 毛主席要跟他谈话 所以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是一个伟人 是吧 他的伟人的 一代伟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就他有不同的精神气度 是吧 在延安的时候 他当然 他就是雍龙大度 是吧 旅行下世 这个非常友好 是吧 那个时候丁礼 也可以经常到他的窑洞里面去 坐一坐啊 谈谈文学 是吧 江青的可以到他的窑洞里面去 谈谈这个 艺术啊 电影啊 是吧 都可以 当然后来这个就 革命越来越 斗争越来越激烈 是吧 这个形势越来越严峻 所以革命领袖 就应该要严肃 是吧 就应该要威严 是吧 这都是革命领袖的风范 这个都是必要的 都是正确的 这个分期呢 所以我简要的划分为这些阶段 大家可以从这些阶段呢 来把握当代文学史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征 第一个时期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相对的阶段性 其实呢 我们说当代 是吧 这个中国文学六十年啊 是吧 从我们理解的角度 今年是六十年大庆 是吧 今年是伟大的 不平凡的一年 是吧 今年 今年 不像去年 是吧 去年有地震 又有雪灾 是吧 今年呢 虽然说有洪灾 有旱灾 是吧 但是我们六十年大庆 什么困难都下不倒 是吧 所以这个六十年 这个历史呢 还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1942年到1956年 这是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起源 以基础建构阶段 1957到1976 这是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 不断激进化阶段 那么我后面解释 激进化的这个意思啊 1977到1989 1977就是文革结束之后 文革后 这新时期文学阶段 也是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修复 与重建阶段 第四时期 1990年到21世纪初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 由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一体化 转向多元格局的时期 是这样一个时期 这个分期呢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分期 我跟大家谈一谈 这背后的学理的内涵 这个分期呢 它是一种政治的历史段落吧 确实大家看上去 是吧 这几个段落 大家可以看到 194啊 原来唯一作传会讲话 1956是百话时期 是吧 那么1957呢 是反右 是吧 1976的时候文革结束 那么1977呢 是文革后 1989 这一个时间是不能够提起的 但是大家都清楚 那么 然后1990到21世纪初 所以这都隐含了一种 政治事件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的60年的历史 中国啊 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啊 它是由很多的事件构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处在成长中的民族 处在更新的民族 是吧 处在突破自己历史的民族 它总是有很多大的事件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 是感到非常的幸运 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 中国这个命好的时代 大家理解这句话 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 那么叫做陈彦谷啊 是我的一个同学 他说过一句话 也一次我们谈 他说中国命苦 中国命苦 我后来一直琢磨着他这句话 所以他怎么 他为什么说中国命苦 后来我琢磨琢磨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他本来中国在很多的历史时期 他都可以有好的机遇 但是他 我是说这60年之前 但是从1949年以后 我们就有好的命运了 我是1949年之前 是吧 我们 大家看一看 我随便举几个片段 是吧 这个本来来说 光绪 是吧 那个时候挺好 是吧 光绪可以变法 然后身边有一群这个 制式 革命制式 那么现在 查到了中国当时的法律啊 1905年 中国那个时候做的宪法 完全是抄德国的宪法 如果说那个时候 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那么不是推翻帝制 不是暴力革命 是吧 那么中国君主立宪 可能能够走上另一条道路 但是呢 光绪 偏偏 又要 把慈禧要 想谋害他 然后偏偏呢 又被袁世凯告了命 是吧 被袁世凯告了命了 结果呢 就把光绪给尽了 结果光绪又找死 那么本来袁世凯的时候呢 袁世凯当时后来 名声也很高 是吧 整个帝国主义都支持他 他也搞洋务运动 但是袁世凯呢 要称帝 袁世凯称帝的 不是为他自己当皇帝 是为他儿子当皇帝 为他儿子当皇帝呢 结果呢 所有的军阀都起来反对他 结果中国又陷入混战 是吧 后来这个辛亥革命 孙中山 孙中山当时势头也非常好 各方面 包括西方连俄连雇啊 也都支持他 但是呢 孙中山又阴言早逝 五十几岁就死了 是吧 后来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 我们过去说 蒋介石反动派 大家看看现在的开国大典 张国立演讲解石 是吧 过去谁能演讲生 就像我这样的人 才能演讲解石 是吧 很丑恶 是吧 像张国立那种 相貌堂堂的人 谈言蒋介石 是吧 其实蒋介石 是一个很有 也是很有特点的 或者说很有报复的 一个政治家吧 当然他后来排斥共产党 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是吧 本来这个 蒋介石那个时候 斯汝山继承下来的 是吧 连俄连雇 辅助功能 照这个道路走下去 结果他思约要政变 是吧 那么到了 蒋介石 本来呢 他是可以 做出一番事业 当时 很有 已经是 他搞的这个 获得西方的这种知识 已经搞的 民族工业 搞得非常好 但日本鬼子打进来 结果日本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伤害是最重的 其实中国后来 灾难深重 是被日本帝国主义 最后踩了一脚 楼里 铁踢楼里 所以又遇到 日本帝国主义 结果蒋介石 又搞不下去了 结果西安事变 是吧 我们共产党 终于有了机会 是吧 然后这个 共产党开始做大 共产党做大的 本来是要 这个 其实呢 看了战争之后 蒋介石生万如日中天 毛泽东呢 跟周恩来都说 我们都要去南京做官了 毛泽东其实想 这个 和国民党联合 但是呢 毛泽东还想论联合政府 那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 其实内战是蒋介石要打 结果蒋介石一打 当时还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有两架飞机 是吧 一架是毛主席做的 本来那一天呢 毛主席要从 重庆飞回延安 结果毛主席突然间说 有什么事 他不坐那架飞机 那王洛飞 耶挺他们几个人 坐那架飞机 结果那架飞机 飞到飞回延安 砰 中间掉下去 结果毛主席的飞机 没掉下去 是要毛主席第二天 坐飞机 所以这个中国的历史 就重启了 是吧 如果大家想一想 万一是毛主席 坐那架飞机 掉下去 中国的历史完全是 我们又要受二变苦 又要受二杀罪 我们再也看不到希望 是吧 好在那架飞机 没有掉下去 所以那架飞机 飞回了野安 革命 终于有了希望 是不是 终于有了希望 然后跟蒋介石打 没想到 三年就打败了蒋介石 这是想不到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大家要知道 特别在60年大庆 我们更要缅怀毛主席的 丰功危机 是吧 我们共产党的伟大 建立了新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